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李清源 日前 由于当局要削减医保 招致百姓怒骂 武汉退休与退役人员发动三年来最大规模的抗争 至少数万人参与其中 外界认为这场风波背后意义颇深 时评人张杰透露 武汉退休职工准备于2月15日在中山公园举行大型维权会议 目前中山公园已经被关闭 特警严阵以待 张杰说老年人大都消极缺乏业情 但当他们都上街抗争时 社会变局就要出现 对此 外界联想到 近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对官员们训话时强调 要准备好面对惊涂海浪 经济政策上则是要再度回到中共二十大的智力更生 外界认为中共真正担忧的不是经济 而是政权安全 对于武汉的抗议活动时评人颜纯欧致出 今次规模空前的行动有一个特点是 虽然没有组织者 但行动非常有组织性 颜纯欧认为 贫民间议宇宇可以发动更大规模的抗争 那民间一定是一种令政府施知极恐的政治能量 这是政府不得不相计让步的原因 他们知道火上加油只会令火势更旺 现在武汉人除得暂时成果 官民对立 引伏更多危机 今次的抗争无意教会了中国百姓 不要那么怕 人民站起来 政府就跪下去 当然事情还未完 武汉政府声明让步只是暂时 最后结果是怎样都要看官民两方的博弈 有消息指出 近日武汉的小学临时通知 召开线上家长会 要孩子家长为家女老人科普今次医保改革 如果有意见以书面形式交给老师 他们转交领导 网友直言 这就是中共的邪恶 用你的孩子当人质 反过来监督你 迫害你 还要叫你服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导称 中共军委13日发布提为 军委主席负责制学习教育规划的文件 要求推动军委主席负责制学习 强调听习近平指挥 由于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 令美中关系雪上加霜 并冲击中共政局 军委文件一曝光 立刻引起了舆论关注 据释该规划称要以政治忠诚为根本 引导全军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做到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时事评论员中元说 无论习近平对气球事件是否知情 在美国还未真正还手前 这件事都必须处理 习近平这个时候强调一切听指挥 可能担心爆发冲突 估计是要尽量约束中共军官不可轻举妄动 保持低调 毕竟中国疫情尚未过去 又快召开两会 加上中美军事实力差距明显 中共不敢正面与美国起冲突 但不可以公开说 免得无面 只可以含糊地说要听指挥 看来确实怕了 有观点认为气球事件 都可能是中共内斗的挖坑举动 不排除共军内有人要让习近平难堪 这件事令人怀疑中共决策陈内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并认为习近平至少没有8%做到党指挥枪 视频人黄克表示 与其说气球事件是有人为习挖坑 不如说是习当局能力低下 都有分析说 中共飞行器在不恰当的时间飞入美国领空 以及被发现的重大错误都表明中共军方和政府其他部门间缺乏协调 还有学者指出任何涉及美国领空的监视行动 几乎肯定是必须获得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最高领导层的批准 这件事应该存在两种情况 一种是完全误判 第二种是最高领导人面能了解全部局面 2月14日中共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 标题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文章充满了斗争性的政治口号 而且斗争意志一共出现了27次 另一个主要的关键词是风险出现了12次 文章开篇声称推行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会遇到各种 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 艰难险了甚至惊涂海浪 还说中共国的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 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各种黑天鹅灰西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需要应对的风险挑战防范化解的矛盾问题 比以往更严峻复杂 《动物庄园》一书中提到 独裁者通过在人们头脑中塑造 和保持一个无时不在的敌人 通过时刻强调敌人的危险 强调团结一致的必要性 令人们不得不暂时忍受极权统治者的一切报约行为 而这种斗争总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 所以人们的暂时忍受都是永远不会完 也有分析指出 去年中共二十大后 一直有文革前夕的记事感 习近平在二十大再次提到两个一百年 中国式现代化等抽象愿景 有些像文化大革命提到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众人好象莫名其妙兴奋这个不太尋常 胡锦涛时期的党内民主强调五胡四海原则 也就是所谓的透过党内不同派系相互制行 但二十大后包含元老和党内派系等反对力量都没有 如果这样推下去 戴约进和文革是否会重演? 习近平会不会推行类似的政策? 至少现在看来党内没有任何刹车机制对此说不 2月6日土耳其和序里亚边界发生强震 灾情严重 目前死亡人数已超过3万人 据网络影片显示 有灾民向土耳其媒体指控 一批中共官媒记者来到灾区采访时 多场要给灾民验金 但他们采取明示、暗示的手法 引导受访的灾民赞美中国救援队的工作 或者说一些赞扬中国政府的动作快等言论 藉此来与土耳其政府的救灾不力进行对比 即使有金钱诱惑 但灾民在面对中共记者的无理要求时 仍拒绝受访 据悉有中共记者在与灾民僵持期间 试图使用手机进行直播报导 但立即被灾民阻止 甚至差点遭到愤怒的灾民嘔打 随后灾民报警 中共记者被带来现场 上传这段影片的版主留言说 现在是土耳其人民一齐克服痛苦的时候 不要来玩这种政治游戏 影片曝光后 流览人数超过了100万人 并被许多网友转发到各大平台 有网友留言说 拿国内各一套造假手段走天下 土耳其人何不像中国大胜那么好玩弄 还有网友讽刺 党国不忘初心时刻想着诈美自己抹黑别人 中共想利用外国灾难食人血馒头 吹捧自己 颠覆外国社会 此等卑劣政权 前所未见 另有香港网友指出 中国首救队在土耳其灾区到处拆满五星红旗 引发土耳其民众很大的反感 据外媒报道 日前 普京正疑似担心遭到政变而要缩减雇傭兵团的行动范围 另有分析说 从目前的迹象看 俄军恐怕残不过第二季度 据悉普京为了扩充兵力 同意俄国雇傭兵组织瓦格纳集团招务囚犯投入乌俄战场 采取凌厉攻势令到乌克兰军队苦不堪言 同时在乌东地区获得亲俄势力更多支持 但近日 克里姆林公却开始担心傭兵团的持续壮大 将导致瓦格纳集团创办人普里格 将成为普京政权的潜在危机 因此普京决定陆续撤回傭兵团 来缩减他们集中的战力 日前有消息揭露 普里格纳公开批评高级俄军 被认为与普京的立场出现分歧 同时被认为他在轻视普京 因此普里格纳被普京当作潜在的政敌之一 另外针对俄军2023年的攻势 澳洲前陆军少将米克瑞恩在ABC News站文说 普京正在部署更大的俄罗斯战役计划 俄军近期的袭击很可能在探测和武力偵測 来测试乌克兰的实力、布署和反应 因为普京担心乌军在得到西方国家援助后 将会在2023年第二季度进行强力反攻 恐让俄军无法撑过第二季度 其实普京和俄军早在去年年底开始布署2023的攻势 但现在才在乌克兰展开进攻 主要原因有三 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需要 也就是说普京需要一场胜利 他需要在对乌战争和全球影响力中站稳脚跟 同时在入侵一周年来到之前向俄国人民证明 战争取得了进展 第二个原因是要破坏乌军未来的攻势 因为乌克兰总统扎林斯基多次说要收复被俄国占领的领土 所以必须迫使乌军抵养俄军的攻击 而不是让乌军对俄军发动进攻 最后原因是俄军的最高指挥希望俄军可以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取得好位置 以利于在西方最近捐赠乌军的军事装备发挥全作用之前佔具更多防御阵地 报道称在未来几周可以看到俄军在东部前线多地发动一系列滚动扎击 而一直在为进攻做准备的乌军 在新的西方军事援助来到之后应该很快就会开始新一波的攻势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多谢你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昨天你 назвал ens在病人 wrap 三